如果你為了健康跟瘦身 你就每餐都吃外面的健身餐或是沙拉 欸 營養師這可行嗎? 我們是Health美麗圈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咪咪營養師 讓我來破除網路上有關於瘦身健康的都市傳說 歡迎收看網路有問題 營養師來解鎖 今天要破除的謠言是 接下來的謠言是 如果你為了健康跟瘦身 你就每餐都吃外面的健身餐或是沙拉 欸 營養師這可行嗎? 嗯... 我是蠻開心大家對於健康意識抬頭的重視 這是說實話 因為你會想要這樣做 代表你想要健康 你想要瘦 你想要有更好的人生的感覺 但大家一定要記得可以載一張圖到我的手機裡面 就是那個國民飲食指南的扇行圖 有沒有 那張圖 幫我載到手機裡 謝謝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那張圖的一個比例分配喔 其實你們去想想看每一個食物 都有它所屬的類別 那你吃的健康 健身餐裡面都有一些什麼東西 想想看 雞胸肉 好 一片雞胸肉 那這片雞胸肉它是什麼類? 肉類 鬥魚肉單類 蛋魚肉... 它是屬於肉類 好 那這個肉類呢 你 呃... 你還可以用其他什麼肉取代 比方說滷雞腿 或者是鎮魚 還是什麼樣子的肉 你可以取代這個雞胸肉 那你是不是其實也不一定要吃健身餐 你也可以去蜘蛛餐店夾這些肉 那在健身餐裡面還有什麼? 可能會有地瓜 地瓜它提供的是主要的一個顴骨類的澱粉 那你這個澱粉 你可以用什麼其他東西取代 你可能可以吃一個一碗五穀飯 一碗糙米飯 十穀米飯 是不是也跟地瓜的意思差不多 因為它們是同一類別 再來健身餐裡面還有什麼? 蔬菜 所以代表說你也要吃足夠量的蔬菜 你可以點一盤燙青菜 你也可以把蜘蛛餐店的菜過油 就是過水燙一燙沒有那麼油 那是不是其實你的吃的這一頓餐的比例組成 跟健身餐其實差不多 或是如果你喜歡吃沙拉 代表裡面的類別是什麼? 蔬菜、水果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 與其說你要很糾結說 如果沒有健身餐沒有沙拉 我就沒有其他東西好吃的時候 你想想看這些食物 回歸到這張扇形圖的根本是什麼 你拿一樣的東西一樣類別去替換 一樣可以搭配出屬於你的一餐 這樣子大家有清楚了嗎? 網路有問題 營養師來解鎖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歡迎持續關注 Women's Health美理圈